新加坡的例子是給我們一個警省 人口是流動的 怎可以叫人0加7來 是不行的 我覺得我們有需要 是確保我們對外開放的程度不要減壓 增加快一點 當然上次政府官員要出去 特首會帶團出去 但一個團不夠 要多些出去 我說了幾十年了 是不能脫勾的 是不能脫勾的 影片開始之前 記得訂閱My Business Focus YouTube Channel 按下小鈴鐺 還有下載APP 那就不會錯過最新的財金經濟資訊了 疫情爆發三年 當世界多國已經對外開放 香港就繼續實行嚴厲的防疫政策 來香港仍然要隔離 去哪裡都要戴口罩 接下來11月 香港一年舉辦多個國際活動 距離只有一個半月都不夠 不過暫時未有消息會放股檢疫安排 痛慣更加無奇 另一個對比是大的 在外面大家都好像沒有疫情一樣 自由活動 相比香港 香港目前來說 還有很多限制 我不討論 限制好你不好 對你不對 前財富局局長陳嘉強 年中去了歐洲和新加坡 8月回來香港 親身感受了3加4隔離 之後在Facebook發文說 需要在隔離中作落 又止100%同意 要隔離是一種suffer 零加7的吸引外資機會很低 零加7是讓香港人出去方便一些 以往我們香港做很多商務展覽 商務論壇 你怎可以叫人家零加7這樣來 是不行的 香港對外商業旅遊的限制 對我們來說成本很大 我希望快些改 否則我真的擔心 令人擔心的是人財和資金流失 導致香港的競爭力下降 連超級聯繫人角色 以至金融地位都不保 最近不少政商界人物都發聲 促請政府盡快通關 當中包括唐英年、吳光正和馬時亨 正當香港糾纏於入境隔離日數 還未敢對外通關 新加坡去年就採取共存策略 解除入境隔離規定 最近還提早教金融科技節 和香港的金融科技州撞旗 令人猜測是刻意搶客 新加坡的例子給我們一個警惕 人是流動的 人口是流動的 覺得我們有需要 確保我們對外開放的程度 不要減慢 增加快一點 令更多人願意來香港做事和定居 這樣才做到金融中心 搶人才是今屆政府經常強調的重要工作 對於香港對人才的吸引力降低 特首李家超強調要說好香港故事 陳家強同樣相信對外宣傳有助提升香港的吸引力 其實我們宣傳要做多些 宣傳我不等於賣廣告 賣廣告宣傳沒有人看 宣傳的意思是我們整個香港社會要 mobilize 當然上次政府 政府官員要出去 特首會帶大團出去 但一個團不夠 要多些出去 要讓人見到你在外邊 香港人出去旅行也好 多些人出去旅行的話 外面見到香港旅行消費會很不同 不同層面是讓人看到香港新的面貌 我覺得這是重要的 今年香港仍然在不同的國際排名中名列前茅 陳家強亦都對香港的優勢有信心 形容回歸25年以來 香港的金融發展超乎想像 我相信我們很有優勢 我們做開的事全部都是國際化 再加上我們中國整體經濟的發展 是好用的 用到香港來做它的金融 所以香港的金融中心 我們是得天獨候 接下來會怎樣呢 我只能夠覺得是更加好的 以及繼續這樣走的 不時有聲音指深圳 上海等等內地城市將會取代香港 陳家強就樂觀得多了 國家發展的軌道裡面 國際金融中心這個位置 我相信仍然是香港做的 只有香港才具備國際金融城市的條件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做多些的地方 要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功能 聯繫匯率制度被譽為重要基石 不過自美國加息以來 港匯約勢 令銀行體系結束跌至兩年低位 一度引起討論是否要脫勾 我說了幾十年了 是不能脫勾的 是不能脫勾的 你說美國加息和香港周期的不吻合 過去幾十年發生了很多次 但是呢 是否一度不一致時就脫勾呢 你一脫勾的話 以後就回頭 當你自己一去脫勾的話 其實你是創造另一個很大的危險 這個是不值得的 我想像不到一個情況 一個情況 政府懷疑脫勾 我想像不到這件事 翻查資料 上一次2015至2018年的加息周期 香港銀行體系結束的最低位 跌至大約七百億港元 而目前銀行體系結束 就跌至一千二百多億 外匯最近下的數目不是大 因為之前那幾年來好 進入很多來 現在只是出一些出去 我可以說什麼數字 有個魔法數字 說多少字夠 但是不只是說一個數字 而是說市場對政府的信心大不大 就是對政府的堅守聯繫匯率 信心大不大 對於有聲音指 港元應該和人民幣掛勾 陳家強就覺得現階段並不是合適時機 你要掛勾人民幣的話 人民幣是要很自由開放 因為大家如果你是拿著港幣 你要去均勾 人民幣要很自由開放 你才能夠去均勾 將來都要一段時間 在國家的開放政策去到哪裡 今天我確實覺得 對美元這個聯繫率 對我們來說成本不是高 所以沒有理由想改變它 陳家強解釋 聯繫匯率令到外界對港匯有信心 而這一份信心會出使他們投資香港 所以相當重要 不應該輕易就說放棄